魔幻的父亲 所以怎么样才是魔幻的父亲 我们的定义跟过去都不一样 但是我想一个魔幻的父亲 他为家庭所做的付出辛苦 可能他是一个最基层的人 可能他在不同的专业的领域 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 但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说这个魔幻的父亲 他让孩子上心的感受感动 觉得爸爸他所有的东西 真的是这些孩子 大家都感到受到他很大的影响 让孩子在社会里面 都是加分 都是成人 都是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 硬硬 那个贡献这两次 我们做一个在我们区间府环保教 一个穿截园 我感到他们有很大的贡献 每一个的贡献不一样 但是我会觉得说今天我们对于魔幻父亲 我记得我想整个每年的魔幻父亲的表扬 去年结果我因为出国也没有能够台语 所以今年我看到我们三十五届的 魔幻父亲的表扬 有这么多人 很多家庭都受到很大的鼓励 那我还是要强调 现在父亲越来越难为 父亲越来越辛苦 父亲非常的辛苦 我们的社会都是说妈妈 母亲节的时候 整个社会的氛围 都一直认为妈妈很伟大 可是妈妈是伟大 但是大家对爸爸的角色 因为爸爸的角色都是比较强势 刚强 所以我想我们长期对父亲的肯定 看起来是比较少 对妈妈的肯定 好像整个社会家庭 子女好像多 关怀比较多 所以我也希望借着父亲节的表扬 让大家知道家庭的贡献 爸爸妈妈 老爸老父对家庭的贡献 都是一样的 我们对妈妈的感谢 对爸爸的感谢也是要有很多 尊严和感谢 所以今天我特别来这里 把所有的魔幻父亲 表达我们内心的敬意 不管你现在在从事任何的工作 或者是退休当志工 或者你的子女在不同不同的领域 做任何的工作 每一个魔幻父亲都很辛苦 每一个魔幻父亲为了家庭 都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 所以我想在这里 再次跟各位表达我的敬意 感谢所有的魔幻父亲 感谢你对社会的国家 感谢